记者洪素京台北报导,施文斌在民事业生人未尽透露自己打电动的资历超过40年,唱歌比玩音乐还要久,2013年他更四处奔走成立台湾电竞协会并且挺身出任理事长,冯光远欣赏施文斌和自己一样,就是有种白幕性格坚持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。 施文斌透露自己爱打电动,民事提供 施文斌表示对于现在许多父母人把电玩视为洪水猛兽,并常常抱怨小孩放学回家就关上房门玩电脑,不和父母沟通,其实是大人自己该检讨,而不是怪电脑。 电玩游戏不但让施文斌促进亲子关系,也是他结交朋友的利器。 施文斌笑说,因为线上游戏认识了许多座位谋面低战友,盟友,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曾有次到金门演出,竟被餐厅老板拿着菜刀从厨房冲出大喊施文斌。 施文斌当时下坏以为是寻仇,结果原来是线上队友,终于看到施文斌本人在眼前,开心急忙冲出厨房打招呼要签名,让施文斌提笑皆非。 施文斌透露自己爱打电动,民事提供。